花蓮市各部落封年季将在7月29号陆续登场了 而6号上午由花蓮市头目联谊会前会长周吉隆头目 他率领了12个部落头目以及青年阶级勇士 前往市公所前广场报信息 正式宣告一年一度的封年季即将展开 部落青年勇士们穿戴传统服饰 沿路跑步至华蓮市公所前广场 有12个部落头目共同以传统祈福仪式 向祖林历代头目部落先民宣告即将举办封年季 祈求忽悠部落族人平安健康活动顺利圆满 头目们也依序将各部落盛产的海鲜及农产交给市长威家宴 而魏市长也回赠小米酒表示祝福 那我们在7月29号开始我们第一场在赶尼安部落 封年季正式开始后那也希望说我们有相关的好朋友们 如果要去管理的话那请记得在祈福仪式的时候 也先不要尽量先不要打扰到我们部落的祈福仪式 也等待我们祈福仪式结束 我们再前往或是再进去我们部落里面 再跟我们部落的一起同欢乐庆丰收 花蓮市各部落封年季将在7月29号开始陆续登场 祈福仪式过后 部落头目及青年勇士也以赞武向祖林传达喜悦的感谢之意 同时也邀请魏市长及花蓮县议员迪布施依赖周俊佑 花蓮市民代表会副主席黄达翔代表平岛不定 萧明龙 陈慧琴等人 与部落族人一同喜迎逢收年 欢度原住民族年度庆典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